这是目前最牛的直播内容 女人为了获取高流量 居然直播杀人 我的天呀 而且这还不是最可怕的 她切掉男人肚子上的牛皮 对着镜头 向观众展示了起来 说倒数五个数 就准备给大家上车 这种行为只能用三个字形容 太变态了 女人名叫二翠 是一个著用九个粉丝的大博主 天天卖货一个小目标 这天她又开启了直播 只见她拿出样品 一边教着化妆技巧 一边向观众介绍着产品 就在这时 没能突然想起 一个黑衣人出现在了门口 二翠以为是外卖 没有多想就走下了楼梯 可没想到 那个黑衣人来了个调虎离山 偷偷从八楼的窗户爬了进来 而此时的二翠 还跟傻子一样 踏着脑袋瞅着外面 见没人后 二翠又回到了屋子 听到脚步上的坏人 急忙躲了起来 回到周围的二翠 并没有多想 又开始化起了单装 介绍了起来 结果二翠一个品还没介绍完 坏人就不小心碰到了东西 发出了声音 二翠一听 装着胆子就朝屋子走去 打开里面的电灯 然后谨慎的走了出来 原来是套娃掉在了地上 二翠一脸疑问的捡起套娃 看来康号又放了回去 赶紧离开了这里 结果二翠刚走 黑衣人就走了出来 回到屋子的二翠 突然发现窗户被打开了 这二翠感到不对劲 开始对屋子认证检查了起来 可由于直播的原因 二翠只能简单检查一下 就又坐到了镜头前 调整了一下心态后 继续开始了工作 Oh my god 买他买他 结果欢迎刚落 家里就突然停电了 家里闯进陌生男人 女人却浑然不知 还在对着镜头直播 可就当他用完产品 准备介绍时 电灯突然灭了 二翠以为停电了 可他瞅了瞅窗户后发现 只有自己的房子断了电 没办法 他只好走下楼梯 朝着电闸走去 结果二翠刚走进屋子 黑衣人就冒了出来 拿着手电筒 在屋子里不停地 喊着小帅的名字 找了半天没找到后 男人又拿着6.7寸 1T16核6G大内存的 九首暗叶子 14Bloomax 给小帅打去了电话 突然 电话铃声从床下传来 就在同时 房间的灯也亮了起来 他弯腰查看情况 我的天呀 居然从床下拉出了一具尸体 这把男人吓得尿不湿都湿了 这时 二翠七弯店赶了回来 可走到一半时 他却停下了脚步 朝着摄像头邪恶地笑了起来 仿佛这一切 都在他的预料之中一样 听到动静的男人 急忙把小帅塞了回去 然后躲进了屋子 关上了钢门 回来后的二翠 抱起床上的娃娃 给他调动了一下位置 我的天呀 娃娃里居然有个摄像头 原来黑衣人的行动 都被二翠监视在了眼里 看样子 那个黑衣人 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通过摄像头 二翠发现 卧视的钢门被关了起来 可从他的表情中可以看出 二翠一点也不慌张 甚至还邪恶地笑了起来 只见他告诉粉丝 接下来的事情会非常有意思 请大家一定不要滑走 认真观看 美女为了上热门 居然直播杀人 太可怕了 这天 一个黑衣人来到家里 躲进了女人的卧室 男人不知道的事 自己的一举一动 全被二翠监视了下来 只见他不慌不忙 坐在镜头面前 告诉大家精彩内容 马上开始了 接着两个手指一扒了 把自己的妆容 变成了恶魔之夜 然后又拿出 球球球大红袍口红 轻轻地用力一倒 给自己画了一个小丑的嘴巴 拿出一个八十吨的小锤 朝着卧室走去 男人见状 推开二翠急忙逃跑 二翠不慌不忙 走到男人的手机前 给他砸成了西巴兰 随后拿着小锤 在屋子里到处找起来的男人 眼瞅着就要被找到 男人跑到缸门 想要逃走 可门 已经被二翠紧紧说事 突然 二翠走到了男人身后 抛出男人的头发 朝着缸门撞了上去 但二翠的攻击并没有停止 他又把男人拉到客厅 拿出粉丝的小锤锤 骑在了男人的身上 对着男人的大滴闹 砸成了西巴兰 接着他把尸体放在床上 拨下了一块牛席 拿在镜头前 向观众展示了起来 可就当二翠低头时 奇怪的一幕发生了 后面的尸体居然站了起来 两人就这样又打在了一起 由于二翠力量小的原因 男人成功制服了二翠 然后准备从窗户逃走 可就在这时 床下的小帅站了起来 我的天呀 这内容果然够刺激 居然出现了这么多反转 只见小帅站到床上 一拳就打晕了 画面一转 小帅和二翠又直播了起来 原来他俩是一堆情侣 那个黑衣人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这是他们精心设计的直播内容 就是为了获取更多的流量 卖更多的产品而已 虽然这种直播内容确实挺牛 但可不建议大家去模仿哦 毕竟平台的宗旨 是给大家多传播正能量 现在的社会的确是这样 流量已经失去了底线 如果不是国家和平台的控制 很难想象 这样的直播内容 会不会真的走进观众的视线里 琪琪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人生